郭麒麟少班主跑不了了 早晚都得接手德云社 12月31日 郭麒麟空降北斬跨年专场 不但跟师父于谦老师演了一个学满语 还跟父亲演了一个歪唱太平歌词 看到郭麒麟郭老师是满脸的笑容 父子同台也带给大家许多的欢乐 特别是砸挂了郭麒麟没有牙刷的事情 引得全场观众哈哈大笑 不得不说郭老师的网速是真的好 我再给你买牙刷 一边杂挂给郭麒麟买牙刷 一边还说德云社早晚是郭麒麟的 看来这些黑粉真的给郭老师惹急了 就连给郭麒麟买了三套房都曝光了 自从郭麒麟在天津春晚上说堂前进校之后 郭德纲父子不合言论也达到了顶峰 给法人不给股份 在自己家都没有毛巾牙刷 也被黑粉们当成了证据 对吧 没有自己的毛巾 没有自己的牙刷 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不是客人是什么呀 没有看过完整采访的人 可能会真的这样认为 但是郭麒麟的原话的意思是 因为小的时候 郭麒麟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放假的时候去看郭德纲 在父亲家里没有自己的房间 没有自己的毛巾牙刷 看到其他徒弟们 跟着父亲一起那么亲近 而自己对于这个家 一点都不熟悉 特别是郭德纲 对于郭麒麟严苛的教育方式 与徒弟相比 郭麒麟就像外人一样 但如今郭麒麟已经长大了 也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特别是那句 谁过年回家 谁不糊弄老头 听得郭德纲是满脸笑容 所以说呀 怎么样 我们现在非常虚弱 那好了 也不能太虚弱 你好容易回来 行好 没什么 好好好 行来行来 我在大过年的回家 糊弄老头 谁过年回家 不糊弄老头 我儿子太孝顺了 爸爸准备给你买一家花 都说距离产生美 可能就是这样 如今郭麒麟 常年不在家 郭德纲时常地想见儿子 只能给他安排工作 如今在舞台上 也尽情地想要给足郭麒麟 没有得到的宠爱 当然那些为郭麒麟打抱不平的人也可以放心了 郭德纲在舞台上表示德云社早晚都是郭麒麟的 其实少班主早已经成了气候 从小的玩伴如今都已经成为了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特别是云自科和贺自科的演员都是太子党 早在郭麒麟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那都是给郭麒麟轮番试寝 都说如今的德云社弟子都宠着郭焚羊 那是因为孩子还小 自家师傅的小公子怎么能不宠着 但郭麒麟不同 那是从小打打闹闹出来的感情 能交心的兄弟 其实早在采访时 徒弟们就做出了选择 郭麒麟还是郭芬羊 郭麒麟 今天我们处的时间长一点 和郭芬羊确实是卡都是太大了 这孩子还没有什么不同语言 那也不会跟我们一块玩的 郭麒麟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你这选我肯定跟郭芬羊聊得更多 郭芬羊都不认识我 还管我叫儿子 短短的一段采访 自然不能上升到战队 但也暴露了亲近与否 郭老师曾说过 对郭芬羊严厉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怕他欺负人 如今看来 这并不是借口 当时老郭家里一大帮徒弟 郭芬羊犹是独子 年纪小难免会摆出少班主的架子 郭老师及早的干预 也让大林有了端正的品行 也帮儿子和徒弟们打成一片 从一无所有到如今的灯彩佳话 大林是陪伴这些徒弟 一路走来同甘共苦 所以无论何时 这群人都认也都福郭麒麟 老郭在家传承传统文化 郭麒麟在外打拼开拓市场 如今郭麒麟在影视行业 也是佼佼者 相信郭麒麟接班会将德云社的演员 带到更大的舞台 你们觉得呢